我们今天就二进攻 再来看一下这个新海部 刚才让他跑了 算你小伙子运气好 这把你可跑不了了 古董 杂技 大富 病患 遇到的是小丑 这阵容小丑 那小丑抓大富是蛮舒服的 如果上来直奔大富而去 我觉得蛮香的 追杂技追古董是追不了的 病患的话也不太好说 看一下这边 果然直奔大富而来 大富这边绕树 哎呦 这个车开的真好啊 在这棵树旁边 来回晃 哎就是不蹭的 就是不断锯 再回头一波绕这边 一个怀表的时间 带走了这个大富 好香啊 小丑抓大富 嘿嘿嘿 我们来镜头给他古董伤 这个表情是怎么样的 这表情非常痛苦的 这是一个张狂挽留小丑 看天赋啊 带了千气球 带了戏弄 怎么打 没搏命 双手一摊 怎么打 小丑手里还有一个闪现 大富这块怀表 最多是个装饰 小丑甚至直接顶出去往外 骗一波 骗飞轮 一具有闪现的 这边的话 看 这里你跳下去 我闪下去 哎 没跳下去 哎呀 那现在我希望小丑可以把目光锁定在这个古董 古董伤身绕灭好不好 这局已经跟胜负没有关系了 对于小丑来讲就是他想不想四杀的问题 你想不想四杀 哎 对 来了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他的棍子走来了 这个古董伤的操作确实是很顶啊 但是这把确实没什么办法 飞轮 回身一甩躲掉 哎呦 漂亮 断了这个锯 想躲 闪现落地刀 大副摇怀表 一刀古董伤扛中 那边病患交勾过来救人 再补一棍 哎呦 真给力 这边大副不管了 来 手砸技 小丑打的也是满贪的 因为小丑现在他有一个什么问题 小丑现在他有一个问题在于 他 他没有推进器 闪现一刀带走 人挂飞 球者这边的话 补状态的点不好 这个点离得太近了 而且小丑这边通缉到这个病患的 他其实是完全知道你们人在哪里的 这边挂上以后还能再通缉一眼的 看见了 好 那这三个人残血 我拉个剧 现在只能看古董伤一副当关了 要断这波剧 三个人只有你有这个能力啊 大副状态补起来了 这边 选择过来管病患 病患交飞轮 nice 再捏勾 一刀 漂亮 赢是肯定赢了 刚才这边其实穷者我觉得打的已经不错了 古董伤 有一说一这个古董伤 我们看了两把他的操作都很强 但很可惜 谁让你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呢 能不能不要放过这个古董 别待会又开门什么跳地就要让他走了 因为这个大副是个挂飞 现在的大副在这边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边击倒了大副 待会一挂飞 这病患也飞了 然后 这古董伤 待会又能走了 大副套出活命 那我先把你大副挂飞了 古董伤 不要点补波状态什么的 小丑现在手里还有个推进器 挂飞大副以后推进器 找这个古董伤 你还敢修机子 还敢修完夜台 你是真不把这个二阶小丑放在眼里 还敢修 很好 来了 直奔你而来 你跑呀 来呀 最关键的这棍点 甩的好帅呀 这个据说实话 我们从古董伤的视角来看 这个小丑确实 这个甩剧甩的好漂亮 就来回的甩 没有能找到这边的病患 病患摸了香水 又飞轮 非常的丝滑呀 这边应该是在外围晃 就在外围逛 逛到什么时候逛到古董伤交自起了 回头去把这古董伤抬了 先把他的自起打 然后再把他击倒 在地上躺着 就有无限多的时间来这边抓这个病患 哎 就要闪了 因为这个病患它是一个没交自起的点 这边击倒这个病患 你还得骗飞轮好的 你还得再拖一轮 不过还好小丑手里面推进器够多 这个闪现应该交了吧 回头打古董 古董这边走了 骗了一波 有了 nice 闪现的没有交 再一个推进器 以后上观战我就看你 哎 看到没有 来咯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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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最后一波 哎 小丑一个都不想放啊 这边病患交自起 可以两个都交自起了 哎呦 哎呦 这能拐进去 我 我说实话 我看着反应都有点反应不过来 看到你了 哎 飞轮躲掉 再躲一棍 哇 哇 哎 那就要闪现 哎 还有一棍 他还有一棍